雪落无声,思念有形 11月23日上午,第十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 由空军月二零运输机从韩国接回辽宁沈阳 并在沈阳桃仙国际街场举行迎回仪式 仪式现场,来自香港培桥中学的六名师生代表 难掩激动之情 这是香港培桥中学第二次派出代表 来到沈阳迎接英雄回家 虽然我们的心情现在是很沉重 但是我能参加这个仪式也是更得好 更光荣更知好 因为我可以将这一段历史跟同学们去讲一下 还有将这个保家卫国的精神可以传承下去 给我们的香港的年轻的一代 香港培桥中学创办于1946年 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批升起五星红旗的香港学校之一 迄今已经延续了74年 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 香港培桥中学的二十多名学生义无反顾地回到祖国 报名参军成为中国人民志愿军 我们培桥中学在这个抗美援朝的时刻 有一些老少友 志愿报名参军 在军队里面充当这个翻译跟空军 我们在中国历史课的课堂里面 站着一段的历史跟同学们分享 希望同学们可以知道我们培桥的先辈们 他们的付出对这个保教会国的这个重要性 培桥中学也有一个传统就是 每个星期也要升五星红旗 那我们同学们会讲这个国旗下的讲话 用正能量去说好中国故事 如今能够有机会亲自参与迎接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一孩归国 让陈志欣和同学们对革命先例有了更深的感激与敬畏 之前我们的学长他也是来过 他回来之后他跟我说了很多这次的感受 我也感到非常激动 好几次我也去约他谈这段历史 我这次来我希望我能传承烈士的那种精神 希望我们在香港也能看到烈士们的这种设计 也能好好读完了解这段历史 而且我也感到非常的自豪 也更加让我感觉到了对祖国的这个归宿感 2023年是抗美援朝战争胜利70周年 也是在韩志愿军烈士一孩归国安葬的第十年 本次迎回安葬仪式除了邀请来自香港陪桥中学的师生代表之外 还邀请了来自澳门台湾的师生代表 这是他们第一次参加迎回安葬仪式 内心同样感慨万千 其实这个活动对于我而言也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我们澳门同胞是第一次来到这里去参与这个活动 我们的内心是非常的激动 可以非常的有这个的深刻的感受去参加这次的仪式 以往呢在包括是我在中学 或者是在当老师的时候呢 就是每逢讲到抗美援朝这段历史的时候呢 我们的内心都是非常的澎湃 而且对于这些烈士也是非常的充满敬意 所以非常感谢主办方可以给我们这些机会 来到这边去参与这次的活动 然后加深了我们澳门同胞的一个家国情怀 对国家的一个认同 那么其实之前我也有通过一些历史的课本 还有一些师长的讲述 又有说过这一段抗美援朝的历史 那么我现在有幸能走进历史 然后来到这个现场 其实我的心情也是比较沉重的 因为我知道这个烈士们 他们在异国他乡牺牲 其实这个举动其实是很伟大的 那么得益于现在我们祖国的这个繁荣富强 然后他们才能够回来这边 然后回到自己很久都没有回来的故乡 所以我觉得他们这个举动 这个无私奉献 是让我们澳门学生 就是很感动的 那么其实今年也是我们澳门 回归祖国的第24周年 然后我也深深地感受到祖国母亲 其实是我们永远经常的护盾 然后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 我们才会感到很安心 据介绍 中国已经连续十年迎接十批 共938位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 烈士一孩归国安葬 此次邀请港澳台青年师生 参加迎回安葬仪式 有利于进一步加强爱国主义教育 凝聚民族情感